南投县民宿观光协会举行第五届礼监市交接典礼 由蒲里成龙山庄彭承玉继续连任理事长 县长李明珍特别到场勉励并颁发聘书 希望未来在彭理事长的带领下 南投的民宿产业能继续迈进再创巅峰 第五届的礼监市交接典礼 首先由礼监市表局新增的惠国内农 及决议事项 之后也由县长李明珍禁止颁发聘书 以及协会理事长彭承玉继正会务人员聘书 今天我们南投县民宿观光协会 举办李三世的交接 同时也选择新的理事长 那么彭理事长过去在担任理事长的期间 对我们南投县的民宿观光 不遗一力的在努力推销 包括所有的民宿业者 大家都非常地认真地在经营 尤其我们民宿业者自我的要求非常地高 尤其到观光客 到我们南投县的民宿 来寄宿民宿 大家都对这些客人都非常有礼貌的招待 要把最好的美食拿出来 所以现在南投县我们推动得非常地成功 要能够要求我们这些民宿业者 创造更美的环境 来提供给这些到南投来的这些游客 让他们寄住更好的环境 为了更落实基于治理 强化公司部门合作 第五届民宿观光协会 兼家李建市到20名 除了干部人员 聘及县内的各乡证事会 新任的省力军的加度 也能推动民宿产业体质革新 建立南投友善民宿品牌 林县长表示 南投县是观光首都 旅馆业及民宿 是县内的重要观光产业之一 而台湾的民宿更是远近实名 南投县内目前有160家的 合法民宿业者 展望未来能增加同院互动 并共同提升游客住宿 餐饮服务品质 为县内的观光发展 创造更加商机 建立友善的民宿品牌 打造国际观光新亮点